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之前我有为各位介绍 就是我买的真房藤 不是一直长一直长吗 然后我们也用板子 一直用怎么一片一片这样加长的方式 让它长 各位可以看 已经长得这么高了 那今天我主要不是要介绍它 今天主要是要介绍另外一种 就是说 跟它是类似的 也是真房藤 可是它的叶子 各位仔细看 里面是不是有那个 蒜纹路很明显 这个是叫做银脉真房藤 也是很会攀 各位看 其实这已经买可能有一个多月了 因为那时候我想说去回南部的时候 找一块比较长的板子 来把它固定 让它直接这样攀 不用像这样子还要再接起来 后来室友带回来 后来想想算了 我还是用短的绑一绑就好了 感觉比较简单 所以我又去拿了一块 以前就有的那个 踩好的板子 就是大概这样 我想直接用这一块来绑就好了 那今天我主要就是要把这个 蒸房藤把它上板子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弄 我这先放在旁边 各位看 我为什么想要赶快弄呢 你看这个已经被我折断了 折受伤了 本来那时候刚买才这么一小节 然后就一直拖拖拖拖到现在这么长了 可是这几天就不小心被我不知道怎样弄 弄的可能黑掉了 那可能剪掉了 对可能只能剪掉了 就很可惜了 本来可以这样攀的 那没关系 我们先把它上板子 我准备了一些水胎 还有这个 这个线 我想用那个QQ线就好了 用那个烤克线就好了 因为我以前绑是用那个 透明的尼龙 透明的钓鱼线对不对 可是我绑每次都看不太清楚 所以 因为眼睛就说比较看不清楚 我想就用这个线来绑就好了 这就是哪一种呢 就是我们车步边会用到这种 就是QQ线 然后烤克线 这种的就稍微有一点弹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弄 好了 它这里面有放一个 火力弄可能就说 比较不会积水 比较通风 那 感觉好像也不用什么 很多水胎 就剪掉了吧 好像也没用 对 剪掉就好了 没有用 好可惜喔 我在想要给它攀长一点 剩下这样子 嗯 那不没气 我就把它固定 用这个绑 绑的话 画好看 看 画这样 对 摄影师帮我顾力一下 我想目前就不用用那么长的板子 我是有从南部带回来啦 可是想一想 先暂时这样就好 让它能够确定长得好 像原来那个绿色真方灯 长得那么好 我才考虑 考虑来给它换板子 目前就算了 那另外一边 也要固定 帮我压一下 帮我压一下 我只能说这个线 太老旧了 一直断 一直断 终于绑好了 各位看 那我就把它固定在板子上 然后就让它慢慢长 因为它这个植物本身就会一直 一直一直往上长 那就说有个板子固定的话 那它的虚虚就不会到处 乱晃来晃去 比较不会受伤 那这样绑好了 我到时候就把它放在 那个花园里 让它去长 那这个就是我为各位介绍的 银麦真房藤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赞 谢谢 拜拜 好的 谢谢 谢谢观看